那么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啊 就是叫做随机森林了 咱们刚才啊 就是用回归算法来做 大概得到了百分之七十八点几 是吧 咱们用随机森林来看一下 咱们的效果能不能提升一些呢 这里啊 咱们先来简单的唠一唠这个随机森林啊 这个随机森林什么意思啊 随机森林啊 首先啊 咱们先来说一下随机吧 随机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有两 随机它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呢 就是说 它对于咱们的数据样本啊 取样是随机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不是有891个样本呢 是吧 咱们在这里啊 随机森林 比如说每次取样本 我是取800个样本 但是它是怎么取样本啊 它是一个有放回的取样 是吧 比如说咱们取1278 咱们取这些是样本变号 咱们可能还取到1是吧 因为呢 咱们随机森林啊 它的一个第一个随机 就是说随机取样本啊 是一个有放回的取样 那么第二个随机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个随机啊 就是说 呃 它在咱们选择特征的时候 也是进行随机的选择 选择特征的时候 进行随机的选择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啊 在这里 咱们指定了这些特征嘛 是吧 有几个 1234567 是吧 有七个特征 哎 你现在指定了这七个特征 作为咱们data的输入 但是啊 咱们随机森林 哎 它不一定就是说 会选择你七个特征 你可以给它指定五个特征 是吧 这五个特征呢 是在咱们这个七个特征当中啊 随机进行选择的是吧 咱们构造每一个数的时候啊 咱们都会有这样两个随机 一个是咱们随机进行样本的 数据样本的一个材料 然后呢 第二个随机啊 就是说 咱们对要对特征 也做一个随机 是吧 七个特征里 你要随机的选五个 然后呢 这个森林是什么意思啊 森林就是说 呃 咱们啊 先是构造出来 一个一个这样的决策数 是吧 但是呢 这样一个单一的决策数啊 比如说这是一号决策数 这样一个单一的决策数啊 略显单薄 是吧 它有可能发现 发生一些棍林核 或者是发生一些 预测啊 不太准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随机森林的意思啊 就是说 呃 我构造多棵这样的决策数 是吧 比如说是由三棵组成的 也有可能是由上百棵树组成的 是吧 我通过这个多棵的数啊 它们共同的一个决策结果 然后呢 去说 哎 这个东西啊 到底它是被救了还是没被救 比如说 这个一号数啊 它给出的label是零 二号数给出来是一 三号数给出来也是一 那么最终结果是什么 最终结果就是一 是吧 它是有一个像是投票的一个方式啊 要让咱们啊 多个决策数进行一个分类 那么最终结果呢 是取多个分类的一个平均值 那么这两个随机啊 就很好理解了 咱们构造每一个决策数啊 都要基于咱们刚才说那两个随机是吧 随机的一个有放回的采样 随机的一个特征选择是吧 我们可以想就是说 咱们现在提起出来的这七个特征啊 其实咱们现在来 从咱们现在角度来说啊 咱们并不知道你是穿仓人等级这个特征啊 使得它的越救 使得它获救的可能性啊 高啊 还是低啊 还是你这个性别的可能性啊 或者是你年龄的可能性啊 使得你这个获救的可能性啊 哪个特征啊 就是说哪个特征啊 对于你最终结果影响比较大 哪个特征对你最终结果影响比较小 是吧 影响大的可能是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特征 影响小呢 还没准可能是负面的特征 是吧 所以说啊 咱们用随机森林的模型啊 能让咱们更好的综合利用特征 是吧 哎 不是每个数啊 都要把这七个特征去利用上 也许某个特征就是错误的 也许某个特征就起到一些消极的作用 所以说呢 使用随机森林的模型啊 能够防止咱们过拟合一些 哎 或者说防止一方面能防止过拟合 另一方面啊 也能使得咱们的算法啊 它是一个集成的模式 让咱们的算法得出来的一个准确性啊 更可靠一些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说一下 咱们怎么样通过这个Scaler这个库啊 咱们来做这个随机森林这个事 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咱们做随机森林这个事啊 还是蛮简单的 是吧 我们直接把随机森林这个包导进来 然后呢通过这个包啊 咱们需要指定一些参数啊 这里啊 咱们稍微的说一下这些参数吧 需要咱们 一般需要咱们指定的参数啊 就是说 咱们一个森林当中啊 是由多个决策树来组成的 是吧 所以说啊 在咱们构造这个森林的时候 你需要指定 呃 你让用 你需要 你要用啊 多少棵树来构造这个森林 然后呢 每个树啊 它是不是说 它的节点啊 都要不断的进行分裂 是吧 那么节点 既然它要进行分裂 它是不是说得有个停止的条件 是吧 哎呀 你分到什么时候停止呢 那么这里啊 有两个参数可选 一个啊 就是说啊 你这个样本啊 分分分 哎 比如说到这个节点上了 它现在只有两个样本了 是吧 只有两个样本 哎 小于了 咱们指定了这个参数 那么它就不再分了 或者是说呢 就是说 呃 你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叶子节点的个数 是吧 比如说啊 你这个叶子节点 哎 你可以指定一些 呃 最小的一个叶子节点个数啊 就是说 这两个项啊 都是咱们控制的一个停止的条件 是吧 一个是通过 咱们的样本 哎 样本的个数 一个是通过啊 咱们这个叶子节点的个数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随机森林啊 这个cloud file 导进来之后 咱们是不是还要做这个 cloud validation了 是吧 还是像咱们之前一样 哎 做这么几个 做这么三次的交叉验证 然后通过这三次的交叉验证 咱们是不是得到一个结果了 得到了一个结果 咱们就可以 咱们就可以去衡量 哎 现在结果的一个准确率了 是吧 咱们来运行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 就是说 现在啊 咱们用这个随机森林啊 效果好像不太好 是吧 只得到了78.5% 哎 好像还不如这个77%呢 为什么 这个最主要原因啊 就是说 咱们这个参数啊 选的不太好 是吧 一般来说啊 咱们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啊 咱们希望 咱们造这个数的个数啊 偏多一些 这里啊 咱们只选择了10颗决策数 那这10颗决策数啊 好像略少了一点 是吧 咱们接下来看一看 哎 一旦我说 我把你的决策数 写的多一些 它是不是能够 哎 使得咱们这个 样本的准确率啊 更高一些呢 这里啊 咱们对参数项 做了一些变化啊 唯一啊 就不是说唯一啊 就是说 最大一点不同啊 就是说 咱们之前啊 是使用10个决策数 来做这个事 是吧 下面呢 咱们就使用50个决策数 来做这个事 哎 咱们让决策数啊 个数啊 更多一些 然后呢 你这个决策数多了 是不是说 咱们不光希望决策数多一些 也希望这个决策数 更深一些 是吧 咱们啊 给它的条件 哎 就是说 咱们分裂啊 终止条件 放松一些 min simple split啊 咱们让等于4啊 min simple leaf啊 咱们让它等于2 然后啊 咱们还是做 这个这么 咱们刚才说 这个操作 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得分值啊 等于多少 我们也看到啊 就是说 刚才是78.5 是吧 哎 现在咱们终于突破了这个80大关了 是吧 现在干到多少了 现在是不是干到81.5了 现在这个准确率怎么样 是不是说 比咱们刚才准确率好一些了 也就是说啊 咱们这对于这个机器学习的算法啊 咱们要经常的做一些参数的调节 是吧 比如说啊 这个50还是10 你选择多少比较合适呢 哎 咱们再让它等于100 是不是 再看一下等于100会怎么样 可能稍慢一些啊 等于100啊 还是81点多是吧 再多啊 可能就不会发生一些太明显的变化了 也就是说啊 咱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交叉验证的方式啊 来去衡量一下 咱们当前这个分类器啊 选择什么样的参数 比较合适 是吧 这也是啊 咱们机器学习啊 在做一些实际项目当中啊 一些比较常见的做法 然后啊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 咱们可以使用这样的机器学习算法 来做这个预测事 是吧 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刚才啊 所说的这个特征啊 是不是说 咱们样本啊 给咱们提供好的特征 是吧 样本它有这些特征 所以说呢 咱们就选出这些特征啊 来做这个事 但是啊 大家想一想 一般来说啊 一个比较真实的数据挖掘项目啊 它会给那个特征给的那么明显吗 一打眼你就知道 我用这列数据来当特征 用那列数据来当特征 是吧 不见得是吧 首先啊 一般来说 咱们数据挖掘项目啊 先要建立一个特征工程是吧 怎么样提特征啊 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说法 那么咱们啊 来看一下 咱们对咱们现在有的这个样本数据啊 咱们还能不能提出来一些新的特征呢 是吧 咱们刚才用那七个特征啊 可能只达到个81点多 咱们还能不能提取一些额外特征 使得啊 咱们的准确率再高一些呢 咱们接下来就要来看这么一个事儿 咱们刚才啊 就是说 是不是还有一些特征没有用上 什么特征啊 你兄弟姐妹的量 和你这个老人孩子的量 这两个量啊 好像还没有用上 是吧 这两个量怎么用呢 这里啊 咱们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就是说 你不是一家的来坐这个船的吗 那么就是说 你这个兄弟 你这个家人啊 越多 是不是说你这个力量越大呢 是吧 人多力量大 那你这个人多啊 可能你们占据一些优势 那么你们啊 能逃到救生舱上来 是吧 咱们作为这个第一个特征啊 就是说 看一下你这个family size有多大 是吧 这个family size啊 等于什么 就等于你这个 这个兄弟姐妹的个数 然后呢 加上你这个老人孩子的个数 是吧 咱们可以得到一个 你这个家庭 总共有多少人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啊 当成是咱们的一个特征 是吧 咱们来看 咱们是不是说 要做一个这样family size的特征啊 那么在pandas这个库里啊 假设说 咱们要加这样一个特征 咱们看怎么加的 只需要咱们对这个变量 加上这么一列属性 是吧 然后呢 咱们需要指定 这列属性是什么 咱们就完成了 提取这样一个特征的操作 是吧 可以说啊 就是说 pandas给咱们提供这个数据操作 还都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 咱们要提取第二特征是什么 咱们提取第二特征啊 就是咱们要玩一个比较悬的 什么叫比较悬的呢 好像啊 就是说 他们国外起名字啊 好像有这样一个规律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 一般的比较牛逼的人啊 或者说比较牛的人 他们的名字啊 都是比较长的 好像是啊 有这样一种潜规则在这里边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就玩点悬的呼的啊 咱们来看一下 这些太坦尼克号 太坦尼克号里成员啊 他们的名字有多长 是吧 咱们把这些东西啊 也加上一个特征 咱们来看一下 跟你名字的长度啊 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东西啊 可能有一点啊 就可能有一点 胡编乱套的感觉 但是啊 咱们来试验一下啊 咱们一会儿 从结果上来看一下 然后呢 咱们还能加什么特征啊 咱们来接着看这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里 是不是有 Mr.还有Mrs 然后可能还有 这什么 Doctor啊 还有什么Master啊 就是说 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 是吧 Mr.代表男的 Mrs代表个女的 然后呢 Doctor啊 代表博士啊 或者是 总之啊 咱们就是说 他们这个国派啊 每一阶层的人 就是啊 都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属性的称号 是吧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属性的称号 对于它最终获救 有没有什么样 太大的关系呢 这里啊 这行代码 咱们从结果来看吧 其实这行代码 看着很复杂 从结果来看 很简单 它就是简单啊 统计了这样的一些量 咱们统计了 Mr.有多少个 Mrs有多少个 还有这个 Master有几个啊 Doctor有几个 是吧 我们可以从量来看 就是说 现在啊 砸它的名字 呈呈现出 这样一些分布的规则 是吧 有Mr的比较多 Mrs的也还行 那么咱们接下来 要怎么做 咱们 刚才是不是说 咱们这个 是准值的啊 咱们没办法 给它输入到 机器学习算法当中啊 那咱们是不是说 要把这些称号啊 也给它转换成 一个数值型的 在这里啊 咱们就会按照 这样的一个顺序 是吧 给它把 比如说 我们可以让Mr 有Mr的称号的 我让它用1来表示 然后呢 Mrs的称号 用2来表示 Master呢 用4来表示 Dr用5来表示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做了一个 这样的新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说 这行样本啊 这个人的一个 它的一个前准 是吧 前准 咱们用1234567 用这些东西啊 咱们来进行表示 咱们把咱们这个前准呢 也加到 咱们这个特征当中来 咱们一会儿啊 再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Title啊 就是说 咱们在咱们这个Titanic 这个变调里啊 加上了这么一个 Title的 这样一个特征 然后呢 咱们一会儿啊 就要看一下 咱们新加的 这个三个特征 这个Title啊 还有Name Lounge啊 还有Family Size 看看这三个特征啊 起没起到一些 比较实际的一些作用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是 把咱们刚才选的特征啊 都加进来 这回加进来之后呢 咱们 咱们就不去做 这个分类这个事了 咱们不去看准确率 看准确率这个事啊 咱们之前啊 看过好几次了 咱们接下来 要玩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了 谢谢 谢谢大家